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咱们这个历史问题都应该端正对待 高干子女都能专门对待 何况咱们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对他文革时期的行为道了歉 就一片好评 然后宋任琼的女儿宋彬彬 这个女人我印象非常深 最近她现在叫北师大女附中 当年叫北师大什么实验什么女中什么的 你可以看看照片 我们先看这个 你看这是现在都老成这样了 从美国回来 宋彬彬带着同学们 跟同学们一起 回学校 像自己当年文革的时候 逗老师什么逗校长 道歉 说再不道歉就晚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你看 给被打死的当时的变校长 鞠躬听说宋彬彬讲话当中还好几次流泪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她 流泪 然后你再看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宋彬彬 宋任琼的女儿 她其实最有名的 不是这个校长 打死校长这事 你再看下边 当年亲手在天安门城楼上 给毛主席带这个秀章 这就是文明侠耳的那段对话 毛主席当时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说文质彬彬的彬 说要武吗 听说从此之后 他就改名叫宋要武 但是这次宋彬彬回来 他讲说你们一直都搞错了 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他说一直以来有两个宋彬彬 一个是朋友们认识的 我这个宋彬彬 另一个是媒体上说的宋要武 但是这次的反应很有意思 陈小鲁的道歉 大家都是一片叫好 宋彬彬有点意思 网上还有一些个质疑 就是说因为他讲 他们当年学校的校长 咱们是不是也有照片 叫汴仲云副校长 你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被学生活活打死打死的 那么他这次讲 这不是他打的 他说他没有劝阻 当然自己也有责任 学校里第一张大字报 我也参与贴了 所以有些人说风凉话 说你这到底是道歉的 还是表公的什么的 是不是有点委屈他 我想在那个年纪 即便自己也打了 那现在来说 追究也没有什么意思 关键是你是当时是在 那个把这个变校长 活活打死的 一个暴力集团里头的一员 这个英国一个哲学家 说得好 就是说要邪恶增长 要邪恶的势力嚣张 很简单 就好人旁观 袖手旁观就行了 意思就是说 你在目睹在邪恶 正在进行的时候 你这个态度 你没劝 或者是劝不住 或者是你有没有加入 这个罪行 基本是相同的 但是这个也算了 不要追究 问题现在宋彬彬 他1967年欠杀旁人 欠杀千万中国老百姓 66年吧 66年 1966年8月18号 1966年 你的那一天 是欠杀一万中国老百姓 因为你登上天安门城楼 给毛主席亲手 就是说别个红币 现在你就知道了 现在也一样 因为他宋彬彬是美国公民 也不是欠杀很多中国老百姓吗 是 所以你说你这个道歉 至少是需不需要 赔点钱 给家属 赔点钱 港人思维还是实在一点 当然 给点实在的 对对对 刘邓老师谈的 那个辩护校长的先生 好像现在还健在 九十多岁 他呢 一直在打官司 他当时啊 这个 这个 辩护校长被打死的 这个 他都拍了照 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他就当时就把证据全留下来 然后呢 他几十年来 他就一直通过法律去 当然在文革当中是不行了 你要是去报的话 你等于是要 要反文革了 你就要罪上加罪 但是文革一结束以后呢 他又到法庭去 那么法庭也审理 他告的是别的人 真的当时最后有参与打的几个人 他告的是那些 但是后来法庭判下来的就是说 事情是那些人不对 是错 他这个是冤枉 而且对这个辩护校长也平反了 但是呢 就是说过了追究的年期了 这事情就不做法律追究了 杀了人还有年期的吗 对 多久年期啊 而且他这样一算 十年了 二十年了 有没有这个刑法这么制定了 还是三十年了 我好像没听说过 当这个呢 就是关系到就是对于文革这一段 其实有三个不同阶段的处理 当时的处理呢 其实就是 其实为文革冤案平反 处理最大的 是胡耀邦 但是胡耀邦当初呢 他有一个基本的精神 叫水落不时出 意出不仪系 意思呢 政治上的对错 我们要讲清楚 但是具体的人士呢 我们不追究 受害者全部平反 迫害者不再详细追究 因为追究不清楚 追究不清楚 所以那个是胡耀邦当时的 那么一个阶段 之后一个阶段 前大概十年呢 出戏都不谈了 不是希望工程 是忘却工程 就这个事情大家不谈 因为太复杂了 那这样不错 不谈 要杀人 最好赶上十年文革的时候 随便杀 那科普啊 没有法治啊 那个时候 那不定 忘却 杀了多少人 问题比你讲这个还要复杂 问题是你刚才讲是 看到罪恶 我没有来劝阻 但是在当时这个情况下 他们不觉得 大部分的人不觉得这是罪恶 当时还有其他的高干子女 其实他没有打死人 可是他催 说我打死过三个人 啊 那是一个社会风险 你知道 给毛主席别像张 这个副校长打死在前 别像张在后 当中只差了两个礼拜 全国一片欢腾 事情复杂就复杂在 你今天讲很清楚 你站在海外看很清楚 你看到罪恶 邪恶 你没有出来阻止 可是他们当时可能会想 我看到了一场革命 我没有挤进去 我没有猜 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个人觉得 陈霄露也好 这个宋宾宾 他今天能站出来忏悔啊 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重新看那个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时间远了一点 今天已经很多人看不清楚 这90后 80后都不见得知道了 就根本不知道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你明眼人一看 今天你一看是妖魔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觉得是神圣的 这个才是更加值得我们 而且你不要讲什么 就是袖手旁观 我觉得有时候人 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 当时在一个社会里 你不是说袖手旁观 你袖手旁观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你袖手旁观 打的就是你 我觉得宋冰冰 他回过头来 他讲这段话 当然有他个人的动机 因为他年纪大了 因为他觉得冤枉了 其实我看上来 他讲清了两件事情 第一他跟这个人命案 第二我都不知道 他名字没有改过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送药物了 没想到他居然违抗最高指示 没有改这个名字 而且是光明日报的人 给他加上去的 这个对他来说 他说出了这段几十年的冤情 但是更多的人 回过去看这个时代 而且真是挺有意思 你看这妇女二人的名字 你看任穷 穷就任他穷 任穷 还有这个药物 你看毛主席 第一喜欢穷 第二喜欢武 这真的就是 这说明当年上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卫兵 那可不是一般人 也是高干子女 那个时候就是高干子女 高干子女你才能接近 但是他们过了一年 又都被打倒 六七年的时候 他们又被隔离审查 因为他们原动 西揪 他们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 你看今天香港报纸 登的当年宋任穷 被揪斗的那个照片 那就狼狈的 揪成这样 他爸爸一样是身遭大难的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性广告之后 我从这个文革 我赶上一个文革的尾巴 我这个岁数 所以我有一个 我特别觉得人不可靠 千万人是非常不可靠的 就是说 包括今天 你应该永远有一份谦虚 或者说对自己有个怀疑 你想猜 其实没几十年 一九六几年到现在 你三四十年之间 你当你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三四十年之间就翻过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 穷最光荣 你能想象到吗 我小的时候 是比赛谁穷啊 穷最光荣啊 你谁富打死的就是你啊 那么打死你这个有钱的 穷啊 文革是爱女人啊 女孩子要扮成一个不像 女人才光荣 我看过当街剪的 那红卫兵那个很sexy 就是女的穿的裤子嘛 他红卫兵就有权利 根本不认识的 去量一下尺寸 然后说你这个太小 然后拿了个剪刀 大腿上剪上去 你知道最近就是 这个少年记忆啊 我的少年啊 最近他们有时候讲啊 就是这个一些 你们这个岁数的 就是一些你们这岁数的 就是文化界的 还是名流啊 他们的我就不说名字了 说彼此之间这个矛盾啊 就写出来那个东西 骂的呀 那就是跟那个泛夫走足 就是真的就是说 就到了那个街头 小流氓的那种程度 后来他们就说 这都是当年啊 闹文革的人 所以你看 他就是斯文扫地啊 一直到今天你说你是文化人 对 你说今天这个药物还在不在 我现在感觉到还在啊 包括在你们这些教授 大陆这些有些教授 约那个什么约架 传公园门口 哪天 那是小余波了 你这个反日的时候砸车 那就是 这一个社会没有信仰啊 你表面上是个宋彬彬 像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 其实每个文化人里头都有一个宋药物 没错 只不过是时事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金生白骨堆 你看 这个宋药物 什么时候钻出来 你看风云突变的时候 不就出来了 不过他宋彬彬还是好的 我们要肯定这个 让我想到了 俄国大文豪 杜斯托耶夫斯基 这里头这个大学生为了钱 把房东老太太给杀了 最后虽然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他感到他良心的煎熬 这么一个好的老太太 没有反抗的能力 我把他给宰掉 最后由于这个爷教的这个文明 他最后忏悔 在圣彼得堡 这个十字路口 他跪下来 他亲吻这个土地 因为他这个十字路口 变成个十字架 他跟陈小鲁的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当然是更引人注目 他这个道歉 一个教室里几十个人的事情 因为他给毛主席带的 这个一张 那个是一个最典型的象征人物 你的一个大时代 你要找 你可以说二十世纪 全世界要找一百张 最重要的照片 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入选 这张照片 因为就是这个 要武啊 以后之后 全国武斗 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整个一个 一个一个时代 是这样 这样在前进 而他是在一个时代当中 扮演了这么 而且是红二代 而且最近你知道 关于官二代 跟红二代的这个称呼 以及这个命名定义 大家都是非常注意的嘛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个非常重要 很好 最主要的是 让我们看这个时代 我跟跟当初 胡耀邦那个时候 我们讲一出不一戏 政治上否定 细节上不论 现在正好倒过来 你没看到现在 现在是政治上不否定 前后三十年不否定 但是细节上 大家可以讨论 可以看回 这是最近 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些具体的材料 我听说崔永元做了很多访谈 有很多人细心的事 别人现在已经很多人 年轻的人搞不清楚了 已经一点都搞不清楚 当初红卫兵跟赵反派 66年跟67年 联动 联动西九 当初有什么 516兵 我们刚才讲到 在被打得最惨的 像刘少奇 后来死无葬生 和他的子女 在当初是不是也参与 这个事情已经太复杂了 我清醒的记得 郭沫若的那个大儿子 跳楼 跳楼死了 你叫今天 你要说形式上讲 你今天也弄不清 到底是不堪折磨自己跳楼的 还是连人带绑着 给扔扔扔扔扔出去扔出去的 就像你说的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 我记忆当中非常明显的 就私人帮抓起来的时候 在北京的体育馆 那时候朗诵诗啊 什么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 全国人民啊 就是听的 那个诗现在回后谈 也谈不上怎么好诗 可是那大家那么激动 为什么呢 就是当初大家借对周总理的 这种怀念 表达对文革的一个愤怒 可是没过多少年 现在很多人已经觉得 毛泽东时代的天是蓝的了 而现在都是不好的了 你知道我们看的这个世界 变得太快了 所以送冰冰也好 送药物也好 我们还是非常需要 所以文化大革命啊 其实这个词啊 起得很对 在今天看 他真是革了中国文化的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那个年代啊 我都挺奇怪 今天这年轻人不感兴趣 真是吃亏了 我觉得这个 他非常具有这个诡异性啊 就是如果闲着没事干 我很希望去侦察一下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很多人 去年913的时候 我们凤凰播那个凤凰大视野 播了一组那个纪录片 他们刻个盘给我看 还真是采访到一些人 采访到张宁 有些细节你都没有想到 是林立国选的这个 就林立国的未婚妻嘛 采访张宁 就当时啊 在这个这个 他们在哪 北戴河吧 他们是在 是从北戴河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 那天晚上 这个叶群和这个林立国 跑到林彪的这个卧室 一般人有说 林彪是吃了安眠药 晕晕乎乎被挟持走的 但是张宁说 他说我当时让一个警卫员 说你假装去倒水 你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这个警卫员呢 倒水进去之后啊 碰出点响动 被林立国看见了 林立国薅着他的脖子 就把他推出去 但是警卫员后来跟张宁说 他说我就听见一句话 我就看见这个手掌 看见这个林彪啊 脸就冲着他的方向 好像在流泪 然后林彪说 说了一句话 说我到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 我到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 你就琢磨琢磨 当时林立国和叶群 在劝他什么 就劝他走啊 但是林彪是肯定不愿意走啊 这是我们的常理都可以推断 而且最后他们失败 是斗斗告发的 是他女儿亲生女儿啊 这算是培养的好 亲生女儿告诉周恩来 爹亲娘亲 不如老主席 然后从那个时候 林彪主席都不管用 从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这件事啊 文革这个气场啊 就弱下来 他们那个警卫员就回忆 就是毛主席的这个老了十年 就是913之后的一段时间 时遇不振呢 完全就是老了十年 我们完全不可相信 我那个时候插在这乡下 这最震惊的一个消息 很晚才传下来 传下来以后我们都不相信 我觉得中国人对毛的信仰 包括这整个一踏踏的信仰 913是一个转折点 那反过来讲 宋彬彬这个事情远早于913了 所以当初他们在广场上 排队排很久 为了见一下领袖 不要说怎么打死学校里 一个副校长了 你这些猜动是苍蝇不足其 所以整个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收集 我们今天没法来做历史评判 历史评判将来文革在历史上 到底是不是完全复述都很难说 也许它有它的特别的作用 你当时在香港 我听说当时香港左派也温风而动 当然了 这个是蝴蝶效应吗 当时香港的左派就多么 这像上面闹成这样 是不是要解放香港呢 是吗 结果那条线断了 找不到主席了 找不到组织了 港澳办的那个主任 廖城志打倒了 那下面这批那像 没了头的苍蝇 乱崩乱跳 你想想 如果我们现在不造反 会不会造回那个北京啊 我们要挨兜了 左看右看 这英国人 对了 帝国主义 对 所以就一下子啊 拿着红宝书啊 要把这个美帝啊 英帝啊 要赶跑 而且北京也是红卫兵冲英国 北京那边的红卫兵火烧带半处 对 没想 这下子做对 没想到后来 周总理的指示下来 通过一个特别的人 警告 你们不要乱来啊 啊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很长远的 你们不要拍错马屁啊 香港不能动 结果一批乖乖的 好好好 有没有上街也上街 当然上街 放炸弹 那英国有没有镇压呢 冲击港独府 英国当然要镇报 这个是暴乱嘛 对不对 而香港所有的商人 中产阶级 通通支持 平定暴乱 是吗 英国人很果断 当然他暴乱 他知道 这个不是主席跟总理的意思 他镇压了 也把这些外围 这些坏分子 把他抓起来而已 核心那几个没动 所以这个是高层的 英国人也没听 但是客观上因祸得福 对从此英国人相信 中国暂时是不会收回香港 所以英国开始在香港 所以毛主席啊 很伟大 他对我们香港人有功的 1967年 他没有收回香港 如果那个时候收回啊 他要收回能收回 那完蛋了 我淘洁今天还能坐在这吗 总给批倒批臭了 早就完蛋了 所以我很感谢毛主席 他当年没收回香港 所以我1979年 我第一次去北京 我第一个到毛主席纪念他 香港同胞 陶姐 纪念您了 怪不得很多人排队 原来有很多陶姐 有我的一半 很多港澳同胞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还 香港人和好多人 广然啊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启示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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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